加拿大的立场是不是就代表美国的立场呢 因为加拿大在这个节骨眼 又再提南海仲裁案 那么中国驻加拿大使馆 因此就表态坚决反对家国说法 加拿大是再挑衅 所以中方强调一定会有力的反击 请教赖老师 南海仲裁案这一次加拿大当作彻翼 因为美国正在跟中国大陆在对话 那美国不方便直接提出来 但是美国要求菲律宾要扩大举行 这个仲裁的所谓的仲裁日的纪念活动 那菲律宾也听美国的话 做了一个扩大的这个活动 那中方已经强而有力的回击了 但是我们强调由于这个布林肯 打算要跟王毅对话 而且已经开始对话了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不方便在这个时候再来做这件事 所以由加拿大来负责 加拿大我们就称之为彻翼 由加拿大来负责攻击 所以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馆 马上反击了 各位 国际的基本的常识 因为国际法院 它不能够凌驾于国家的主权之上 所以我们才会叫做仲裁法院 那仲裁通常在国家的主权 是最高的原则情形下 通常都是两兆双方要愿意接受仲裁 对 所以不能够单方接受仲裁 这是一个规定 那如果单方接受仲裁 他仲裁的结果 我们也不会说判决 我们叫裁决 那仲裁的一个结果 也不会有强制力 这个也都是国际上所知道的事情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仲裁法院 他的本身的组成就已经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拿钱办事的 他是由日本来牵头 这个我讲的都是负责任的话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在这个节目中 我们不知道讲了多少遍 而且我欢迎这些仲裁法官来告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拿了菲律宾3000万美元的钱 这是菲律宾自己讲过的吗 杜特地他自己说的 杜特地讲过 杜特地说 他们拿了我们菲律宾3000万的钱 而且是美国叫我们先垫的 美国你应该把那3000万还给我 美国不敢还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还的话 就证实了 这一切都是美国人导演 可是美国人没有还 那对杜特地来说的话 那你凭什么不还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杜特地公开讲的话 你们都可以去查 杜特地当时讲说 你美国应该把那3000万还给我 我想我们所讲的都是由所本 那各位你想想看 他的这些法官多荒唐 我们台湾在南海 有一个岛叫太平岛 最大的一个岛 有两口井 一口井是不能够实用的 但是可以洗笛 可以用来洗车子 洗什么 一口井是可以实用的 各位 不管藏潮退潮 太平岛一直都在水面上 上面有植物 上面可以种蔬菜水果 而且有实用的井水 仲裁法院竟然说太平岛不是岛 说里面没有一个是岛 所以越南也不同意 越南也控制了好几个 因为如果不是岛的话 就没有12海底的主权 没有12海底 所以我觉得在仲裁 这些仲裁法院的法官 拿钱然后对于南海的不熟悉 不了解那荒唐到这个程度 加拿大还可以说话 欧洲北约的国家还可以说话 你们说这些国家 是不是睁眼说瞎话 好 可是韩兵我们看 其实现在呢 有美国的Stanford大学的学者 其实他有发一个推文 就说呢 其实你看就在这个时候 当大家在关注 东盟峰会 是不是要讨论这件事 这个议题 而且还有就是南海仲裁 这个大家很关心嘛 那结果呢 大陆就在7月11号这天在仁爱礁周边 部署24艘海警船 而且他还说数量是相当的不寻常哦 那在此同时 菲律宾其实呢 也有指出说 他们在仁爱礁周边的岛呢 都有大量大陆海警船跟渔船在接近 那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代表就是说 中国大陆其实在仁爱礁周边 其实他们都已经有所部署 就是为了要维护他们认定 就是这里是中国大陆这个主权 他们是毫不退让 那菲律宾呢在旁边看着 其实呢也非常的担心 就是中国大陆到底会怎么做 那是不是菲律宾 因为他们也认为说 这里其实这个岛明明在由我来控制的 结果你大陆海警船在旁边附近 绕啊绕啊 对我来讲就是威胁 那但现在目前看起来 大陆的这个所谓的海警船 实力就是比较强 能怎么看呢 其实我比如说 菲律宾并没有担心 他干嘛担心 他本来就知道中国大陆比他强很多 他有什么好担心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一直喊 这个是威胁 又来了 因为很简单嘛 就好像我们 夺不回钓鱼台口 我们一直喊 那是我们的领土 对啊 那菲律宾他必须要这样喊 他不这样喊怎么行呢 更何况仁爱交上 现在还有他们的人 他有一艘破船卡在那边 对 所以他必须要用喊的 然后也必须要表示他很担心 实际上他不用担心 因为他根本完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那我必须说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海警船啊 或是他的鱼船 也不是对菲律宾来 他是给美国看的 他在告诉美国 你不用再去在后面在那边塞狼 不用在那边去搞这些小动作 因为我的实力就摆在这个地方 你动都不用动 因为美国一直口口声声说 他协助菲律宾强化他的海警系统 结果美国千里条条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弄了两艘海警船 然后上次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 那个菲律宾的海警船 站在那个大陆的海警船旁边 大概只有他前面 前面那个一点点那么大而已 大小差很多 是所以这个海上其实没有讲 除非你们准备 大家彼此用高科技武器打 不然的话就是谁船打谁赢 这没什么好讲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菲律宾自己完全很清楚 他根本没有任何实力去争夺人爱交 那中国大陆有没有想用武力直接占领 其实也没有 他就在他只是在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势力范围 这边是我管的 我现在容许你去人爱交做补给 但有一天我不高兴的话也可以不容许 上次他本来开放容许啊 结果菲律宾不是搞一个小技巧 偷渡了一个少将跑到上面去 硬在那边弄国旗 觉得自己很嗨 我不知道一个将军把自己弄成小偷 到底有什么好嗨的我不晓得 但是你要搞这种小动作 我就封起来我就不让你去 那我相信下次他们要补给 人道的考量他们还是会让他去 可是你不要给我搞小动作就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 其实菲律宾本身也并不想做这些冲突 这一切都是美国人在后面弄 因为菲律宾非常清楚 他根本没有实力跟中国大陆在南海争衡 好所以现在呢当然啦你看 不论是菲律宾或者甚至是像越南 那看到像这个九段线这种呢 就非常的这个敏感了 在美国的电影BABI里面 有疑似宣示南海主权的这个九段线地图 那结果呢越南干脆直接禁止 那菲律宾呢要求这个里面地图 小孩是随手涂鸦 那菲律宾说好啦那你就是什么 模糊的打个马赛克来处理 我就让你播 所以下个礼拜他就可以播了 但是呢你看就是这样子 这种事情这样的议题 只会持续的存在